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发现女儿揉眼睛越来越频繁 看书的时候 脸几乎都快碰到书页 意识到女儿可能视力出问题 这才带着孩子到当地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 吓了他们一跳 蓬蓬疑似患上员追脚膜 医生说会导致看不见的可能性很高 一 揉眼睛的时候 眼球经历了什么 相信不少人在眼睛尽了异物或者眼睛痒的时候 会下意识揉眼睛 而这时眼前会突然出现一些图案 看着像扭曲 不规则的马赛克 这到底是啥呢 这种幻视现象 在医学上被称为光幻视 在我们的眼球内有一种叫做 视网膜神经结细胞的神经元 它负责接收视网膜上感光细胞的视觉信息 当有光进入到眼睛时 就会刺激这些神经元 而接收到的信号也会被转化为电子脉冲 经过大脑处理 从而形成我们看到的图像 而揉眼睛时 也会对视网膜内的细胞产生压力 由于神经元无法区分刺激类型 误以为这些刺激也是信号之一 于是它们就会以同样形式唤醒中枢神经 导致眼前产生图像 那光幻视对人体有危害吗 其实引起光幻视的途径有多种 有时候 我们用力过猛地睁开眼睛 也会出现奇怪的图案 有时候打喷嚏或是咳嗽剧烈 也可能压迫眼球 造成光幻视现象 此外 当发生偏头痛时 大脑也会产生光幻视 提醒我们大脑出现异常 需要注意的是 揉眼睛出现光幻视没有危害 但揉眼睛这个动作本身是对健康有影响的 人在揉眼睛时 手上的细菌 病毒等微生物容易感染 从而对眼睛产生感染性或过敏性结膜炎 常见的卖力种就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结膜炎 另外 揉眼睛会加重异物对眼表的摩擦 从而造成角膜的损伤 脱落等 二 眼睛若出现六种不适 可能是生病了 眼睛出现光幻视并一定是疾病 但当眼睛出现以下症状 就要警惕是不是生病了 一 眼睛干涩 有异物感 这种症状常见于肝眼症 同时可能伴有烧灼感 阳感 胃光 视力模糊等 较严重者眼睛会有红肿 充血等表现 这种损伤若不及时干预可能会造成角结膜病变 影响视力 甚至会导致看不见的情况 二 疼痛 如果出现眼睛有疼痛感 排除适用眼过度的可能 那就可能是某些疾病引起 如角膜炎 清光炎 脉力种等等 三 眼睛发痒 引起眼睛发痒的原因有多种 常见为细菌感染或是过敏反应 当出现发痒 应先排除是否过敏引起 去除或避开过敏源 四 眼球突出 眼球突出一般与甲状腺功能抗净有关 若排除是甲状腺异常 就要警惕是眼部肿瘤或是矿内肿物引起 五 视力显著下降 视力下降分为两种 一种是急性下降 可能是由于肿瘤短期内快速增大 从而压迫是神经导致 另外 儿童患有脑瘤后也会造成视力缺失 同时伴有剧烈头痛 喷射性呕吐等症状 六 眼球发白 眼球发白多见于二岁以内小宝宝身上 医学称为猫眼症 是由于神经母细胞瘤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引起 这些肿瘤的侵犯使得眼睛和眼睛周围组织发生改变 三 适当禁食南瓜有助护眼 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瓜果类蔬菜 它颜色橙红 味道香甜 可炒时可炖汤也可直接煮熟后食用 据本草钢木煮 南瓜性温味肝 乳皮 味精 可补中一起 消炎止痛 化痰排浓 解毒杀虫等 可生肝气 易干血 适用于皮虚弱 营养不良 肺庸 水火烫伤等 但多吃会助长湿热 尤其皮肤患有疮毒易疯氧 黄胆和矫气病患者皆不宜多量食用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与贝塔胡萝卜素 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起到生理作用 维生素又被称为视黄醇 具有保护视力 维持人体暗视力和预防肝眼症等功效 对于长期在电脑前 盯着电脑不眨眼的白领一族来说 非常容易患上肝眼症 而南瓜中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就能够良好预防肝眼症 此外 多吃南瓜还能滋润皮肤 保护胃黏膜等 具有多重养生效果 分享一个南瓜的做法 奶油南瓜汤 食材 南瓜500克 纯牛奶200克 淡奶油60克 做法 一将南瓜去皮去然后洗净切片 放入蒸锅中隔水蒸1克钟左右 二将蒸熟的南瓜加入牛奶放料理机里打成泥 然后将南瓜泥放到锅里 加入60克淡奶油搅拌均匀后加热后即可盛出食用 四 三是很伤眼 做好这几点有助护眼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全球至少22亿人视力受损或者失眠 其中至少10亿人的视力损伤可以预防或是上代解决 为什么这么多人存在视力健康问题 一 总是盯着屏幕 现代人基本是离不开各种屏幕 办公需要对着电脑 下班需要对着手机 当长时间盯着屏幕 眨眼频率就会下降 从而造成眼部不适 二 屏幕太亮 部分人喜欢在睡前玩手机 此时在黑暗环境下 手机亮光就会显得强烈 对瞳孔可造成刺激 引起眼部肿痛 头晕头痛等 三 事物姿势不对 很多人每天晚上会保持固定姿势刷着手机或是平板 这就可能造成两边视力不对称 甚至造成趋光参差 五 日常做好这几点 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 一 拥有良好的用眼习惯 无论是工作上 生活中还是学习上 都应该养成定时要眼睛休息的好习惯 不要长久地盯着屏幕 每隔一小时 休息五到十分钟左右 夏季出门时 最好佩戴太阳镜 避免强光刺激 佩戴美瞳 尽量不要过夜 并注意好美瞳的清洁与护理 二 补免黄绿色食物 胡萝卜 玉米 西红柿 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 对保护人体的视力有所帮助 三 调节设备屏幕亮度 建议手机 电脑 电视等亮度不要打得过高 最好在60%就可以 另外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 以达到平衡状态 但不建议置于完全黑暗的状态下观看 四 增加眨眼频率 长时间不眨眼 角膜的水分容易被蒸发 从而引起眼部干涉 若不及时矫正眨眼 很可能又发肝眼症等问题 因此 想要减少眼部不适 应每分钟至少眨眼15次以上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制衡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